財富指揮官 財富掌停保 有道是疾風之禁草 亂世見忠良 那麼我不敢這麼說我自己 我先跟各位講一件事情 第一個 指揮官做事 黃靖哲做事 一定有自己的看法 一定具有研究 一定具有主張 第二件事情各位可能要體諒我一下 親愛的投資朋友 台灣有很多可以說是不公不義 或者說胡說八道的名嘴跟節目 各位我想今天正好可以直接這麼說了 偶爾聽一下可以 你真的聽下去 真的完全聽不下去 那我也必須要這麼說一件事情 我們公司上一次也是這樣 為了保護我 我現在開始直接公開 跟在電視上面曾經而且到目前為止 不斷的追隨黃靖哲的生技理念 還有疫苗理念的朋友來說 接下來我們在節目上的比例會越來越少 如果說你是看我的節目做生技 做疫苗的朋友 我直接告訴你一句話 現在我講得很白啊 非常白 如果你是看我節目尤其是從恆大 從兩年前的1月16號到去年各位可以看得到 5月4號看到高端 到去年12月24號又看到高端跟台康生 如果你是這一路上來兩年半來跟著黃靖哲 對抗新冠肺炎疫苗的朋友 今天我這個財務的指揮官也要下令 我要保護你 我要保護我所有的會員朋友 請你等一下務必加入我們家族 因為以後我盡量的 你想想看名嘴那麼多 不好意思講人家是領通告費的 再講句難聽一點的內容 親愛的投資朋友 我相信今天大概 有些新聞你可能還沒看到 那麼大概已經看到這個情況了 也就是說現在目前看起來 郭台銘先生爭取了500萬劑疫苗 有多少人打賭說他不會通過 特別是名嘴跟電視台 甚至是新聞記者 有多少人跟你講說這一定沒有機會的 甚至我就這麼說了 我只是個小小的投資顧問 我們公司也是要經營下去的 我也直接這麼跟各位講一件事 我是我們公司可以這麼講 王牌兼招牌分析師 我上台之前很多人說老師你今天都不要再講 台康生你不要再講高端了 我說不行 我一定要把這件事情交代完畢 甚至我現在就直接公開說 可能明天或者後天就打開你自己看什麼 而且原則上我本來幫我大家設計好的戰略 因為高端現在被抹黑得很嚴重 我說台康生絕對沒問題 一出手各位看到沒有 親愛的投資朋友 今天就是我們家族等一下跟你講了 20% 所以我跟各位講說各位注意 現在在節目上有很多是屬於政治性的語言 我覺得基本上來說的話我完全聽不下去 我只告訴各位一件事 我昨天就告訴你郭台銘會過 我今天再順便告訴你 這裡也有一檔股票 郭台銘會過叫做什麼 叫做台康生 寫得很清楚吧 我寫得那麼清楚 我說高端是台康生的大客戶 如果國產疫苗有問題的話 那老郭叫他罷工就好了 所以郭董一定懂高端 因為郭董現在是台康生真正的老闆 我說你拿郭董去打國產疫苗 你怎麼說大水沖龍王廟 郭董去買500萬劑的輝瑞疫苗 就是要打死我們自己的國產疫苗 你說這有可能嗎 所以我跟各位講說各位注意 郭董是台康生技是最大股東 所以我跟各位講說今天 你看到沒有答案一出來的時候 我不知道他是用永齡基金會裡面的 台大生醫或是什麼 有可能就直接用台康生去做申請 今天要跟上來的股票 我先跟各位說了 指揮官一定有想法吧 注意喔 今天在跟你講這個 佛祖也會過 郭台銘過了 佛祖也會過 有史以來寫得最可愛 最好笑 也最吉利的 因為有佛祖戰 我就告訴你 佛祖也會過 那是哪一支疫苗 你自己看看 那是哪一個相關公司 那等一下我們再繼續努力好不好 我只這麼跟各位講一件事 我在做這個事情的時候 一方面我認為一個投顧節目 除了賺錢 賺錢是我們最高的指導原則 所以賺錢其實是最公平的 我們又賺錢了 還有昇華科 昇華科做什麼的 做新冠肺炎中症的 所以我這麼跟各位講 我覺得我還有一些社會責任 我覺得因為這是個公開媒體 我覺得我還有教育我的家 我的家族成員裡面 所有會員朋友的一些責任 而且你不要忘記了 現在的投資朋友 這麼多人在罵台康征 我問我的會員朋友 你要看看你成本多少 差四倍耶 我真的講句實在話一點 你繼續罵我無所謂 我真的直接告訴你 我大不了明天早上全部殺出去 全部殺出去我還賺三倍多啊 這是真的 你等一下去看看 我會員朋友都很知道說 其實我們的本錢都比現在還低啊 連最後一次出手的本錢 所以我都是利用利空來買進 這不就是利空了嗎 來 我們從昨天開始 跟各位再來做一個重要 而且你現在準備要跟隨我了 你現在只要驗證就好了 親愛的投資朋友 昨天誰敢說台康征 我說我會員價差四倍隨便你啦 我說你郭台銘是91塊半的時候 進場買進台康征對吧 他進去做對大股東了 你一定要知道台康征做什麼的喔 我等一下會告訴你喔 說不定我的預言後來都是真的喔 我說台康征也是高端的製造鏈 所以你有問題你去問郭台銘 我是不是這樣告訴你的 所以我說過這個股票裡面 嚴格說起來 絕對沒有所謂正式的一個所謂大的問題啊 那你要說一些雞毛蒜皮的問題 那是你自己去想的好不好 親愛的投資朋友 後來改成全部喔 你自己看一下我的會員朋友喔 689台康征 跌停板附近可以少量加碼 這裡才剛打開 他攝影師照進來一點 來 沒錯吧 有沒有錯 是不是我會員朋友打開的 兩支掌停板 一天就兩支掌停板 全台灣今天最大的績效 最大的架差 就在我們家族手上 我真的必須要講一件事 理直 氣壯 行得正 做得當啊 甚至順天應人啊 全球一命啊 我覺得我跟我的會員朋友無所畏懼啊 我甚至跟各位講說各位 這是今天啊 十點鐘寫好的 本來呢 想要跟我會員朋友講說 這是今天的戰略 各位來看一下 上面寫什麼 標題 有改過你來找我 台康生等於郭董跟國發基金 由他申請然後過關 大家都很好看 這樣你聽不聽得懂了 台康生最大的股東 是郭台銘董事長18% 國發基金有多少 6% 第二大股東 那他如果申請過關的話 是不是政府也有了 什麼什麼八個條件 九個條件全部通通合了吧 對不對 所以你們大家在吵什麼 各位啊 有沒有想過這件事啊 而且這樣子郭董去買輝瑞疫苗 官跟民都沒有問題了吧 因為這一半是官的啊 最後我跟妳講一句話 我說郭台銘董事長 我真的覺得說 他真的是很棒很棒的一個人 不但是很棒的慈善家 當然也是很棒的真正的專家 我問妳啊 他買手機做手機 買電動車做電動車 買輝瑞疫苗幹嘛 妳各位自己想想看 台康生也是做代工的 台康生是做生技代工的 台灣最大的廠 所以我跟妳講說 接下來的重點在哪裡 我們直接告訴妳 我接下來的重點放在台康生 妳那些節目想要罵 想要怎麼去罵 隨便妳 我真的講一句話 大不了我不要講高端 可不可以 高端反正大贏啊 接下來我跟妳討論 郭台銘董事長 我知道有很多啦 以前跟郭台銘董事長 還不錯的媒體 這一次也出來用力的罵 我真的很想講一件事 妳現在知道了沒有 我昨天就告訴妳了 妳罵到什麼 妳罵到郭董啦 有沒有 所以我跟各位講說 各位注意啊 股票市場裡面 什麼東西最棒 有厲害的人投資東西最棒啊 我問各位一件事啊 未來的十年 請問郭董事長是坐在鴻海裡面 還是坐在台康生裡面 妳幫我講一下 現在他的辦公室是在這裡啊 在台康生這邊啊 有沒有聽過啊 現在他的辦公室在這邊啊 知道了沒有 請各位繼續努力下去 因為這一次的新冠肺炎 其實我喜歡加到無患肺炎 或者COVID-19好了 它已經變成流感化了 目前為止無藥可依 因為它裡面有AIDS 也就是所謂的這種 這個AIDS叫什麼 艾滋病的基因啊 所以呢 艾滋病的基因療法 拿出來用了 今天通過啊 直接跳廣漲停 誰的股票 我跟你講說 如果你想要知道未來的醫療趨勢 你真的要看我的節目 但是我真的必須要講一件事 台灣在講生計啊 我真的必須要講 還好郭董來投資啊 還好郭董來投資啊 其他投資朋友 那其他的每天在罵我的 你先去罵他好不好 其他的投顧的 每天在罵我的 你先罵他好不好 柯建民先生 我想大家應該知道這是綠的對不對 我不要講那麼複雜 綠的那個國會立法委員對不對 他站出來替他講說他沒有政治意圖 只想救人 這表示怎樣 這已經是個共識了嘛 你還在想他過關會不會過 昨天不是有很多人賭說 郭台銘一定不會過關嗎 名嘴耶 真的不好意思講 這些名嘴應該怎麼處理 我只不管那麼多了 名嘴喜歡講 台灣真的太自由 隨便他怎麼講 但是請你記得一件事 跟著我只要記得署長領滿就好 跟著我只要記得署長領滿就好 跟著我只要記得署長領滿 待進待出那就好了 OK 待進待出那就好了 至於你說 老師啊 聽說高端 爸爸是基亞以前弄了什麼事情 無所謂 我真的告訴你一件事 大不了不要做高端 我也不能替他解釋什麼 但是我跟你講一件事 就算基亞以前解盲失敗 跟高端這次解盲會不會成功 你覺得是等號嗎 你回頭想想看就知道了 這個歷史還很長 我沒有時間跟你一一的解釋 而且基亞也不是解盲失敗 是你們大家又來了 我就這麼告訴各位 所以親愛的投資朋友 我一直跟各位強調一件事 來最早跟各位談到台康生計的 就是我黃靖哲了 歡迎各位想盡辦法能夠跟上 第一個又是國務院 跟所謂台康生合作生產 第二個跟行政院開發基金來投資 第三個又是郭台銘董事長投資的 台康生計 我們認為這將來將是所謂生計股裡面最重要的中流砥柱 而黃靖哲告訴各位 請各位 請各位未來要做生計的朋友 請你想辦法 今天一定要撥通專線 我不管你要參加最簡單的 叫什麼 傳承稿會員好不好 傳承稿會員還是普通會員 反正以後你想要知道這個訊息 只有我黃靖哲可以給你 請你一定要撥通專線 這是幫助你也幫助我 還有幫助我們同島一命 幫助我們對抗疫苗 請你跟我們站在一起 願打頭顧恭喜黃老師會員 高端台康生大豐收 喜悅分享架6810一起來 喜悅分享架6810一起來 書簿專線02-2781-0909 2781-0909 周周勤努力 周周拼價差 業績股 題材股 人氣股 漲停漲停 再漲停 印打頭顧黃老師 九大標舞要領 專挑起掌 第一支漲停板 分担會里 待進待出 短線保固長線 周周拼價差 專線02-2781-0909 2781-0909 市場唯一 生技加科技專家 流水理論 超越市場 趨勢大師黃老師 當沖正中 時間密碼 當沖加波段 雙向獲利 刷專線02-2781-0909 2781-0909 車禍現場拍照 錄影五人則 車禍發生 五人受傷或死亡 汽車上能行駛 應儘速拍照後 將汽車移至路邊 一 全程注意安全 二 在事故地點後方 適當距離處 放置車輛故障標誌 三 拍攝全景 記錄車輛終止位置 以標線為參考基準 將周邊固定設施 如標誌 耗誌等一併射入 四 拍攝烹撞點 車損部位及掉落物等激震 五 避免二次交通事故及擁塞 應儘速將車輛移至 不妨礙交通之安全地點 人沒事 車能動 自行拍照 儘快移至車輛就對了 各位看今天節目上是兩支停板的 台康生出手 其實台康生呢 那麼我的會員朋友最早期進台康生了 至少有四倍加他 是我會員朋友我敢公開說 你可以來調資料 我叫我們總經理寫給你看 所以我這麼跟各位講說 各位注意啊 黃靖哲對於整個行情的規劃 絕對不是你那種一般分析師 每天帶你沖一支 沖兩支就掉下來 然後套牢也不講 然後看到別人股票很好 我真的必須要講一件事 從台康生到高端到現在為止 到之前的1325的恆大 有多少人每天酸我的節目說 黃靖哲講的這個叫沒有EPS 請問各位這裡沒有EPS 這裡的時候難道各位沒有看到 恆大賺了23.16元嗎 EPS是買未來啊 你現在看台康生沒有EPS 郭台銘董事長會買 所以我說昨天很多名嘴 我真的不好意思講說 講太兇的話 因為我又不是他們節目的人 要講也不來找我講 算了不講不拿他的相片難看死了 就說沒有EPS不能投資啊 那我問你一件事 那恆大以前沒EPS 那這個是什麼 你敢說這個數字 不是明年的高端嗎 你敢說這個數字 不是明年的台康生嗎 所以我說過 這一講下去的時候 什麼事情講到政治講到股票 就有理說不清了 但是請你注意啊 為什麼昨天大家這麼亂 我還能夠這麼冷靜 跟各位講 這次還不是真的專業了好不好 你每天在找專業的分析師 能夠在這麼亂 整個所有的節目 不管是call in節目 還什麼talk節目 新聞節目都在罵的狀況之下 還可以點名國光生 不不不台康生看到沒有 還可以點名他 而且今天還直接掌聽板 我真的必須要講一件事 你不是都在找老師嗎 如果今天這樣你還不來找我 那以後你也不用來了 你知道我以後比這個更展示出 我能夠對抗惡劣環境的一個氣魄 我也沒辦法了 你也要有那個惡劣環境 才能證明我是個很有體力的人 對吧 你也要有個歌集出來 我才能夠證明說 我可以把他擊倒對吧 所以我跟各位講說各位注意 還有咧 今天早上我還跑去一個人的臉書留言 不是臉書的LINE 他 你說老師你這麼無聊 你用你的名字去總統那邊留言 我說總統你昨天講錯話了 他說炒股問題 我說從頭到尾不是炒股問題 買股投資不叫做炒股 買股票投資不叫做炒股 我175塊叫會員朋友進去買 叫做炒股嗎 到現在也沒賣 我們106塊進去叫做炒股 到現在也沒賣嗎 我還有45塊6到現在為止 好像還有人都還留著 所以我在這邊曾經出過一次 買進賣出買進 將來有機會賣出 不叫做炒股 那叫做買股票 那炒股是什麼情況 每天衝過來衝過去 比較像炒股對不對 哪些航運股比較像對不對 所以總統你一講這個話的時候 造成一個情況 我問你誰喜歡 包含我在內 現在只有我公開講 其實我也沒有都是 那你真的會查我會員朋友 一個人買幾張嗎 會員朋友不喜歡曝光的人 就會把股票賣出來 這就是今天跌停的原因了 我告訴你可能明天 你說炒股好吧 那我這樣也叫炒股嗎 我覺得這些名嘴節目 各位都還記得一期的時候 政府一共補助三家吧 國光森 高端以及聯亞吧 聯亞沒上市嘛 請問4142的國光森 我就直接問我會員朋友 我們有沒有操作過 有沒有 有啦 掉下來之後上去再賣一次就沒有再操作他 而且這次我直接講還沒有賺錢 為什麼 他證明他一期失敗了嘛 一期失敗我把他賣掉 這叫炒股嗎 然後二期成功的留下來 這叫做炒股嗎 所以我說過 講到股票市場裡面真的很多 真的我就必須要講說親愛的投資朋友 今天我發覺很多人講話 真的不是為了不是為了股票在講的 請你看清楚這件事 我把這件事公平講 2009年國光疫苗要生產的時候 他還是二期 所以很多人在質疑說 二期的疫苗不能用 對不起你現在打的就是二期的 台灣根本生不出三萬個人得到流感 也生不出三萬個人得到新冠肺炎 這句話不是廢話嗎 台灣才多少人而已啊 對吧 所以你拿的一定是二期的嘛 他打了沒 他打了沒 當時你知道嗎 當時有一個民進黨的主席 就在野黨的主席講說 你不要用國光的 你要去國外買 我現在講話很公平 這個人後來當了總統 現在是反過頭來 知道嗎 你不要去國外買 你不要用 也不要用高端的 你去國外買 人啊 今天我在講到佛祖 你怎麼做的事情 馬上就會回到你的身上 所以我真的必須要講 這就是台灣人的工業 誰叫你們有一個執政黨 一個在野黨 只是我追蹤的比較清楚啊 以前是國民黨當政的時候 民進黨在講說 你不要去 你不要用國光疫苗 那國產的有問題 然後結果現在誰在用 大家都在用啊 國光得到多少 368萬劑 那麼賽諾菲買國外的 175萬劑 東洋買韓國的 89萬劑 大概是他一半不到啦 所以我們國內的用的還是最多啊 因為疫苗一直在變 你不可能每天去找別人買 這一流感下去的時候 變流感的話 一弄下去三年五年啊 你各位看一下 我一直跟你強調 政府講話都是講那個學術話 你根本就聽不懂 我告訴你一件事 明年的話這個病毒可能不一樣啊 這上面寫得很清楚啊 未來可能每年要接種 而且明年病毒可能會不一樣 好死不死 我現在講一個倒楣的 好死不死 其實這次日本的病毒 中國的病毒 美國的病毒 跟台灣都不一樣 你不找國光生 你不找高端 我們幹嘛 你不找國光生 你不找高端 你就只能幹嘛 我就告訴你 你每天去跑步啊 把你身體練好啊 練好也不一定會好 所以我說啊 其實 回到這個主題 想不想賺錢 我告訴你 恒大賺了一台車 一台房子的一大堆 我直接告訴你 這是1月16號 因為它漲多少 漲了18倍 這裡所有的導播 所有的錄影 都聽過我講這支鼓跳 45塊6跟你講 漲了多少 45塊6在這裡喔 不是這裡喔 這是106 這裡 10倍 親愛的投資朋友 現在全美國第十之一大首富 本來也是個窮光蛋 就是莫德納的老闆 莫德納漲到二期結束 就是現在高端這個位置 10倍 有沒有錯 所以在這個點上面 我看莫德納成功 其實差不多到這裡 我就預期說 四十幾塊錢的10倍 會見到 這才叫做賺房子 賺車子 什麼童顧老師整天跟你講 我要幫你賺房子 賺車子 有嗎 你看我跟妳講 郭台銘先生買疫苗 不但是大善人 忘了 我告訴你 現在就算郭台銘本來沒這樣想 聽到我的節目 他也想到了 對吧 我幹嘛只有買疫苗出來捐人 我留一隻下來 叫台康生研究 把它切開 把它刮開 當然不是這樣講 對不對 郭台銘以前怎麼做出電視機 怎麼做出手機的 買一隻手機下來 把它切開來 他的名言說 先模仿再創新 是最好的方法 你記不記得 你以為他真的只有純粹去那個 純粹去買疫苗出來捐 我告訴各位一件事 你現在看到國產疫苗 說不定兩年之後 看到叫做國產疫苗 知不知道差一個音差很多 不管那麼多了 我預計 講生技股最多在兩天 反正高端疫苗 只要從這個價錢 或者明天 明天從300以上打開的話 反正我隨便賣 我都隨便贏 以後這件事情 這個話題 我也不是幫國家的政策辯護的人 你不要什麼人 都跑到我臉書去留言 以後我不會去講他 我的會員朋友 你就用300塊計算好了 看我們賺多少錢 至少2.8倍 我再跟各位強調一件事 最懂得災難入市 而且算大破斷的 就是我們指揮官家族 要跟 請你撥通專線 你只剩下72小時的時間 這72小時之內 以後你不會聽到台康聲 以後你不會聽到孫華科 以後你不會聽到高端 因為我們公司說 要保護黃敬哲 你也希望我保護我自己吧 我也有老婆小孩 歡迎各位 想盡辦法跟上來 而這一次來講的話 又是我們從2月4號以來 最成功的案例 請各位想盡辦法跟上來 本投資公司 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贈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神聖評估 並自付投資風險 中文字幕志愿者 創意比賽盡在運通 運打頭顧 恭喜黃老師會員 高端抬康升大豐收 喜悅分享架6810 一起来 喜悅分享架6810 一起来 書部專線02-2781-0909 2781-0909 周周其努力 周周拼價差 業績股 題材股 人氣股 掌停 掌停 再掌停 運打頭顧黃老師 九大標舞要領 專挑起掌 第一支掌停板 分拌活力 待進待出 短線保固長線 周周拼價差 專線02-2781-0909 2781-0909 市場唯一 市場唯一 生技加科技專家 流水理論 超越市場 趨勢大師 黃老師 當充正中 時間密碼 當充加波段 雙向破例 刷三線02-2781-0959 2781-0909 雙向破例 雙向破例